如果就是在就是沒有冷氣的地方遇到我 就先不要跟我打招呼 不管是熱還是餓都會導致我累 然後我累了就會發脾氣 就是它是可以經過訓練的 就是汗腺是可以被訓練的 大家好歡迎來到金友姐妹說 我是Rio 我是Jane 你最近有沒有覺得天氣越來越熱 出去買個東西全身汗 我真的是要受不了了 真的耶 可是雖然說是全身汗沒有錯 但是流汗就是自然排汗本來就是身體的自然機制之一啊 就是因為流汗的話可以幫助我們就是代謝比較正常 也可以就是讓我們變得比較健康一點 但是如果是出汗的話 它也可以反映到我們的生理跟心理的健康狀況 是沒錯 你知道嗎 我突然想到就是之前有一個人就問過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下戀哪就是三種情況裡面哪一個情況 會讓你最容易就是脾氣暴躁 一個是熱 一個是餓 另外一個是累 你是哪一個 熱 餓 累 對 我蠻耐餓的 所以應該是熱跟累 這兩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反正我就回答那個人就是說 不管是熱還是餓都會導致我累 然後我累了就會發脾氣 所以前面那兩個不管發生哪一個你都最後的結果 所以呢就是要跟大家講如果就是在就是沒有冷氣的地方遇到我 就先不要跟我打招呼 就不認識他就離開他 開玩笑 那個是Ariel趕快走了 因為他說沒有冷氣的話他會發脾氣 他等一下就說幹什麼 這樣 好了然後回到主題就是出汗呢其實就是就像你講的 是我們人體很重要的就是排毒代謝的機制之一 那汗腺呢又被稱為是第二個腎臟 那雖然大家都是出汗但是有一些汗是好汗那個 酒條好汗 好汗 就好汗呢就是比如說就是你在出汗的時候 他是會那種比較清爽一點就是很快他就會自己蒸發 可是如果是那種壞汗的話 他就是會比較大顆一點點 然後就是你會很明顯就是有人走過人就好臭 就比較臭酸的那種 濃度比較高是嗎 對濃度會比較高然後就比較臭的汗 然後另外還有另外一種就是冒冷汗 那冒冷汗通常是在比較特殊的情況下 比如說你身體不舒服 或者是在比較異常的情況下 遇到了 遇到你的時候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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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會冒冷汗 對就是就是反正就是冒冷汗可能就是比如說中暑啊 或者你身體會就是比較有不舒服的時候才有可能有這種 特殊就是比較異常的情況 我覺得那個濃度比較高就是壞汗這件事情我剛好前陣子有 因為我最近就是經常是要講話嘛 然後因為我們在就是上課的時候講話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怎麼樣就是沒有辦法喝水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我就是休息時間我就去運動 結果我運動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感覺到我身體異常的氣味異常的濃厚 然後你就覺得聞到你的味道就想說 我怎麼覺得我旁邊好像有一個年紀大的老人 就是那種的臭味 然後就是那個味道就一直伴隨著你 結果我就沒有聞啊聞 欸是我自己 原來我就是那個年紀大的老人耶 天啊有夠難聞啊 我真的很受不了 上次有觀眾說他覺得我年紀不平大 我真的是 年紀大的老人 因為你經常開場 所以覺得你年紀比較大 沒事啦 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真的還真心的這麼說 還是就是給我個台階下 反正我也是接受 他下去了 對我就下去了 好啦就是那我之前也有看過一本書呢 就是他是說從一些生活習慣中呢 就可以看出來自己的汗線功能是否正常 所以我這邊也列出來給大家稍微參考一下下這樣子 欸我有看到這幾個那個就是狀況是你看第一點你也有 然後第二點你也有 好不用分析我 本來裡面有好幾個我我知道 我們剛剛講了那麼多就是要排汗的事情這樣子 那大家不是會想要好汗跟壞汗嗎 那壞汗的話大家想說那怎麼辦 對那怎麼辦這樣子好消息 就是他是可以經過訓練的就是汗線是可以被訓練的 其實像是出汗跟排毒的這個主題啊 其實是精油跟方療裡面就是很容易結合的一個主題 所以呢就像是精油裡面有很多支精油 它的功效都可以說是就是比如說是促進循環跟排毒 嗯嗯嗯那我們來講幾種訓練方法好了 第一種的話我們可以推薦大家就是之前我們常常講的 泡澡或泡澡這樣子 那你可以用你的泡澡或泡澡水 你可以水溫大概是38到42度之間左右 那溫熱的水可以促進我們做發汗嘛 那你就可以在就是泡澡或泡澡水裡面當中可以加一些精油 當然中間一定要加什麼介面火星劑 對那精油的話你可以選擇比如說像杜松薑果 它可以幫助我們利尿然後促進排毒跟代謝的部分 然後絲薄大家最常見了 循環對絲薄可以幫助我們循環 然後減少多汗症的產生這樣子 再來呢可以用像真正循環草 大家一定是聽到耳熟能響 就是真正循環草可以幫我們緩解就是 精神壓力 對就是壓力造成的問題這樣子 或者是壓力造成的 比如說你剛剛說的冷汗 看到鬼的時候壓力變大這樣子 就可以幫它去調節 硬要講看到鬼 然後就是它可以平衡情緒面的部分 因為情緒所造成的多汗症的影響這樣子 或者是說像是 暗油唇迷迭香 暗油唇迷迭香 它就是可以加速我們去做一個循環代謝的動作 進而可以幫我們增加出汗量 那記住喔就是如果泡澡的話 泡澡時間也不要太久 就是差不多在15分鐘左右 那泡澡之後 因為你的那個毛孔都會打開了 所以你這時候不要馬上進入到冷氣房 因為它這樣一個收縮的話 其實你有很有可能是中氰屬 就是反而是不太好的 等會不常吃 那也可以這樣稀釋的精油 就是就是塗抹在身體 比較容易去累積毒素的地方 像是比如說腹部啊 或是腿部等等 淋巴也可以這樣子 淋巴也是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剛剛講說在常溫的空間 就是先呆到你汗乾掉為止嘛對不對 那你要等到你的汗完全乾掉之後 再塗抹精油 就是按摩油再塗在身上 不然因為汗是它是往外推出去 往外推出去的力道基本上是比較強的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在塗抹按摩油的話 基本上就是 進去了又被推出來 那這樣你吸收度就不好 所以等到你身體上的汗 就整個揮發乾之後再抹油 效果會比較好一點 那第二個訓練方式呢 就是用運動來鍛鍊啦 就是我們兩個最不喜歡的 對 欸不要這樣說 我最近有就是增加我自己的運動量 這樣子 我在努力 對 那運動鍛鍊呢 它可以提高就是汗線的功能 可以促進我們全身去做排汗 因為如果你的汗線功能減弱的話 除了你會排出壞汗以外 再來就是你可能會有不排汗的情況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身體裡面的毒素 它是長期下來還是會累積在體內的 那累積在體內它往身體內這樣走 基本上毒素就會提高 所以你的問題就會產生很多 對你知道我以前真的是一個不流汗的人耶 我很久以前也是 對因為就是像我以前是去 就是比如說我偶爾運動一次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會流汗 就我累到半死我還是不會流汗 但這幾年有在規律運動 就是頻率也是低啦 但是有規律的 比如一週大概一兩次這樣子 然後我就發現就是我開始流汗了 就是我的汗線功能逐漸正常 我覺得這就是訓練汗線的一環 然後呢像是運動中的方僚 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大家可以回去看健身房那集 欸那集很累 大家務必要看一下好嗎 我跟你說那集是我最弱的時候 對 就是我們就可以就是在運動的時候 然後使用方僚來加速我們的循環 讓身體中累積的壞物質 可以跟著汗水一起排出 那有哪一些精油可以用呢 像是葡萄柚啊 歐洲赤松啊 波旁天竹葵 都是很好的選擇 那有一些人他其實會用 比如說像是胡椒薄荷啦 或者是氧化物的精油 胡椒薄荷比較多 但是我臨床上我自己個人的話 我會覺得氧化物的精油 其實在就是使用在就是 幫忙收乾的部分效果會比較好 而且他清涼感其實也蠻重的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是喜歡用薄荷的人 你不妨也可以換成就是氧化物的精油 來去做運用 那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像是胡椒薄荷 他在身體裡面皮表作用的速度 他是來得快去得快的 所以涼 欸好涼喔 欸沒了 沒了 但氧化物他是可以比較持久的 所以他跑速比較快 但是他可以影響的是比較久了 而且他可以幫助 我們剛剛有講到可以幫助代謝嘛 是的 所以可以提高我們整個的循環力道 效果也是比較好的 第三點呢就是其實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要適應四季的變化 我覺得這真的是蠻難的 這比運動還要困難 你知道嗎 就比如說現在天氣很熱 我們中午出去吃個午餐 如果沒有冷氣 這個人就不進去 對 因為他們都會問我說 欸就是你中午要吃什麼 我說 欸有冷氣的都可以 對 沒有冷氣的地方遇到我 就先不要跟我打招呼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嗯沒錯 但是呢就是我們還是要努力的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我們身體呢 就是時常在冷氣房裡面 會讓汗線越來越不發達 因為你就不需要流汗 他就會忘記怎麼流汗 那所以呢 我們這時候可以搭配一些電扇來 就是幫助我們就是你知道降溫 就是不要讓身體只適應就是25度的環境 有點困難 但一起努力哦 那還有呢就是身體他在睡眠期間的時候 其實也有一個降溫的作用性 那這個時候就是你看 你突然睡一睡 然後你會覺得說你渾身流汗對不對 那是因為排汗呢 剛好可以調節我們的體溫 欸你知道嗎 睡到就是 就是睡到一半滿頭大汗 就是如果你是頭特別容易出汗的人 有可能是你的心臟比較弱 哦 真的 就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有一次我是聽中醫師說 就是說如果是陰虛的人 或者是有一點像是那種 荷爾蒙不平衡的人 那身體會燥熱的 他通常是在睡到大概半夜 就是我忘記幾點 大概就兩三點那個時候 你的背跟你的脖子後面 就會開始流汗 就是有點像台語的 如果是這種的 通常是陰虛的體質比較容易產生 哦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藉由流汗這件事 也觀察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可是如果說是以現在這個社會的狀況 就已經不是什麼 更年期平不平衡的問題了 這真的就是 就是現在人的同病 對 就大家都有病 沒有 這真的是啊 就大家都不是在一個 有病的狀態 可能都是在亞健康的狀態 就是說不上有病 但也不能說 也不能說是完全很健康的 就是身體啊這樣子 那提升汗性的功能的話 就是在我們剛入睡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就是 排出好的夜汗 它就可以幫助你調節體溫 那調節體溫的話 就可以幫助你一夜好免 就是你不會睡到一半熱到 熱到起來啊 或什麼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正常的汗線代謝的話 對你的睡眠也是有幫助的 那怎麼去幫助你就是汗線 就是去提升你的汗線功能呢 其實你可以在睡前可以泡泡腳 或泡泡澡 它都可以幫助你就是 把身體裡面的汗先排出來 那夜晚的時候 你就可以睡得比較安穩 所以呢 提升汗線功能呢 可以幫助我們排出 弱酸性的好汗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可以幫助我們抑制就是 細菌的繁殖 那可以排出就是 九條好汗嗎 嗯 九條好汗可能沒辦法 然後可以減少臭味這樣子 但九條好汗是沒有辦法的 還有呢 可惜囉 還有呢 記得要注意保持睡眠的質量 然後飲食均衡 然後這樣才 你的荷爾蒙它會比較平衡 進而就可以影響到 我們排汗的狀況 對 那我在這邊總結一下呢 就是流汗呢 是身體提醒我們 保持健康的一種機制 所以呢 我們應該要保持這個 就是排汗的習慣 而不是說就是 讓身體忘記怎麼去排汗 真的 那方療也可以幫助我們平常 就是平衡情緒荷爾蒙啊 還有出汗的情況 那記得呢 如果保持良好的睡眠 飲食跟運動習慣 那身體就會自然 就是心態就會比較穩定 情緒也會比較穩定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們講 我們下週六晚上七人再見囉 拜拜